在过去一周 香港发生的一些这种极端暴力行为 包括机场的事件 包括用汽油弹袭击警察 这些事件大家都看到 导致了很严重的一些后果 其实如果你仔细分析港版的一些定性 它的一个用语 其实它并没有说现在香港事态是一个恐怖主义 它只是说出现了这种苗头 近乎恐怖主义的行为 这个近乎或者苗头 它只是一个形容现在的一个事态的一个严重性 就是说它正在香港这种暴力事件 正在向这个过程过渡 如果你不采取法制的措施 去惩治这些行为 去采取一定能去遏制这些行为 它可能就会演化成真的恐怖主义行为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